新任驻日代表传出会由前考试院副院长李毅阳来接任 但现任的驻日代表谢长廷认为 新任代表要会讲点日文不然会很吃亏 不过摊开李毅阳的经历从地方到中央都有历练 台北市议员出身曾接任北市民政局长 而从前总统陈水扁到蔡前总统任内 林毅阳也分别担任过内政部长以及考试院副院长等等 以林毅阳在国内政界的威望 部分蓝绿都相当看好 即将卸任驻日代表带队传出将接任的 新任代表李毅阳似乎有为辞 认为不会日语是硬伤 不过传出总统赖清德 而住之前就亲自征询李毅阳的意愿 就是看重他的辈分 摊开李毅阳的资历 曾担任考试院副院长 内政部长 民进党秘书长 台北市民政局长 台北市议员等 从前总统陈水扁到蔡英文时期 从地方到中央 经历都相当丰富 李毅阳我是接触过 也打交过 他算是绅士 而且个性温和 这个人是平时的 未来的驻日代表 能够理解那行政产业相关的 这一种历练是非常重要的 那李毅阳前一部院长 也具备民意代表 跟行政首长的这种经验 朝野一致好评 日本资深媒体人 石本明夫也分析 日本是一个暗资排辈的国家 非常重视年龄和经历 派李毅阳出使日本 日方如果有要务和台湾商量 便可以直接和权力中处对话 另外驻发代表也传出 已经敲定 由现任保训会主委豪培之出任 外管的馆长的人士 外的部没有评论 那至于驻外馆长 就是政治任命的代表 并没有一定的任期 驻日代表人选 传出我方向日本首相岸田文修沟通后 已经获得初步正面回应 盛事人士还有待总统公布 以李毅阳在政界的威望 期待未来台日关系进一步深化 记者宣盛方女新闻 林秉中东京台北 总的报道